社民連黑暴道六四 王浩銘說多謝一直堅持的黨友 我要多謝保盈 我要多謝在社民連仍然堅持理想的同志黨友 最近牛哥擺街站 社民連擺街站很經常被食環 甚至被警方去做一些阻撓 所以在這個時局的情況 很多事情都不同了 星期一出獄的社民連前主席王浩銘說的 就是民間電台星期六 在銅鑼灣擺放的釋放政治犯街站 食環那時就以未經批准展示標語為由 沒收了收集簽名聯署的報童席花 是繼社民連被首次以傳票方式 控告街站非法籌款之後再次受到打壓 但是我們很強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基本的 就是我們守住一個最基本的公民的基本的權利 就是不能夠放棄的 因為你放棄了之後就只有不斷的社會 不斷的倒退 所以禮拜日社民連主席陳寶瑩 繼續在銅鑼灣擺街站以示不屈 更懸掛無字的黑暴 哀悼臨近的六四事件 和香港人失去的自由 陳寶瑩就說 本身黑暴是寫釋放政治犯 和權力歸於人民的 大家心照啦 尤其是忠誠勇毅 就算無字他們都會咬實不放 第一時間對六四死難者致敬 撩表心意的 辛苦了啦sir 我為了兩千為你 作詞人說 我這個是我們的歷史 我為了兩千為六四 最新的歷史 你得住的歷史 我為了五百萬千為俄 來一次 感谢观看